对 有请 男嘉宾小文 22岁 来自辽宁 学生 女嘉宾小盈 22岁 来自辽宁 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你来教区的是吧 对 就是你还不如你女朋友的社交软件 是这意思吧 我理解 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你希望引起她的重视是吧 对 干嘛都要直播是吧 说你 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认识她之前 我就已经开始在直播了 行 她每天都是在直播 除了睡觉不直播 剩下吃饭的时候也在播 跟我出去约会的时候 始终也是抱着手机 从来不打理我 我感觉就是有我没我都无所谓 都没有她的那个社交软件重要 给人解释解释呗 谁重要吧 当然是你重要 但是我确实喜欢玩这个嘛 就是你也得理解我呀 但是我觉得你玩得真是太过分了 有一次我约她出去看电影 我先到电影院把票取好了的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她都没有来 打电话怎么都不接发了一切也不回 我担心这一个小女孩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我马上要打车去她学校去找她 跟楼下看到她室友了才知道 她跟楼上来她直播呢 其实那天吧我就已经是化好妆 然后准备出门了 但是我觉得时间还有点早 然后我就想那我先直播一会吧 就那天吧就是粉丝特别多 那我肯定舍不得下 你机会挺好的呀 那你不会回个电话 不会给我发微信也行吗 你一给我打电话 我那个直播不就断了吗 直播断了 那观众还能来再看我了吗 而且就是他也给我发微信了 他说你要不来我就自己先去看了 那你就先去看呗 那看完了我再去找你吃个饭逛个街 不也挺好的吗 这好来话还听不懂啊 我说我去看你就让我去看 那我不让你直播你不还是播吗 不让你拍照片你还是拍吗 这主持人又有一次陪他出去逛街 到一个服装店嘛 装修比较有风格 他可得好跟他里边待了 差不多一下午就是跟他一顿拍 这一下午能拍了200多张 都还300多张照片 电源都出来撵他他都不走 其实不是 我感觉特别丢人 照片你得拍多一点 你才能挑出来哪张好看呀 而且就他一点都不专意 我头发有的时候掉了呀 然后有的时候翘起来了什么 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一下呀 你说我是学体育 我打排球出身的 你让我拍照 我也不是摄影师我 正常人谁不会拍照你 你就是太不用心了 你这又挑灯光又挑角度 头发掉了也不行 主要是他拍那个背景就特别的乱 你说我要一披脸什么的话 那不就扯遍形了吗 那一看就能看出来了呀 就300来张照片 到最后朋友圈就发两张 那就那两张好看呀 这都不算什么 现在这是还升级了 开始坐飞机到别的城市去拍 有一次他说他想去上海 跟我磨叽了一晚上 我说那好好好 那我就带你去吧 他到上海了 我说那我们先吃点东西吧 挺饿的 吃点当地特色的 他不 直接打车到了一个咖啡厅 到那了 那真的 那就是拍照去了 所有人全都拿个手机 跟他啪啪拍一拍 你就特别图你知道吗 就所有人都在拍照 就他一个人就 哎呀能不能不拍了 你这字特别丑你知道吗 赶紧走吧 就是旁边那个男朋友 还说宝贝你这字特别好看 好再来一张 旁边那男朋友 他都要哭了 那他拍一拍他就是要拽着我走 就而且声特别的大 就弄得我特别的尴尬在里头 然后你说 这点了两个蛋糕两杯咖啡 光蛋糕和咖啡能拍四十来张照片 这谁能收了 不是你不得找光吗 当天回酒店 我想就先休息休息 正常出去玩一玩 都是九十点钟起来嘛 他可他好 早上七点多一扒了醒 告诉他我们去迪士尼 我们去迪士尼 去迪士尼 行啊 那就好好玩一玩呗 我这特别喜欢漫威的这些超级英雄那些 我去那个漫威那个有一个特色馆去看一看嘛 踏步 就跟这么大的小孩屁股后走 干嘛去了 拍照去了 不是我去上海迪士尼 这个拍照就是我形成中的一部分呢 而且我觉得我那天穿的 我觉得跟米老鼠特别搭呀 我肯定要拍照要不然那衣服摆戴了 你认识米老鼠 米老鼠认识你吗 你说我们要去玩做几个项目吧 有一个类似过山车的 我说那我们去坐过山车吧 他说好 他先搁前面了 自己上去坐了 给我留下呗 让我给他拍照 不是当时 自己玩特别嗨 当时啊 那个我们排队嘛 就到我这了 然后人家说就是只剩一个位置了 我说那行 那我就先上去吧 那我在上面玩 你在底下拍 换你的时候 我再给你拍 不也一样吗 我玩了吗 另外那根本都不是剩一个位置好吗 你告诉他我一个人来的 那他可不就安排你上去了吗 那你后来不是说你没心情做 不想做 那也能怪我呀 谁还有心情了 我哥底下跟傻着了 举个单板就哥哥 上面给你夸夸抓拍 去个迪士尼 你自己知道多少照片 自己心里没有书吗 一千多张 我真的是够了 不光拍自己照片 还拍我的丑照 发朋友圈里 竟抓拍一些 我姿牙连嘴的呀 我睡觉的时候 他给我化妆 化成胡子啊 或者脑上画个网 我不觉得丑呀 我觉得挺可爱的呀 当然啊 对呀 把我这些丑照 做成表情包 底下配上字 还给他朋友发 那我朋友不都认识你吗 那大家一起看 我觉得很开心呀 我特好奇那字配的是什么 就像我有的一些 那个睡觉照片 他说还睡啊 起了嗨啊 都是这一类的 不说这个了啊 说点美好的事物行吗 我觉得 他放下手机都美好 但是他不放下手机 特过分 我海鲜过敏 然后他呢 就为了拍那个视频嘛 还偷着给你拍 给你做的咖喱牛肉 里边用虾米剁碎了放里 这真是处心积虑 吃完事我就开始浑身 起小红点 晚上都进医院了 我那天其实也挺后悔的 因为我看电影嘛 那那个海鲜过敏 不都就是嘴肿一点 就香肠嘴那种嘛 然后再说你也从来没有 当着我的面吃过海鲜 我哪知道那么严重 我海鲜过敏还当你面吃海鲜 反正我不知道嘛 其实我也挺害怕 那能后来跟你道歉了呀 道歉有啥用吗 就整我 然后他还整自己呢 隔家里 就开始流行什么 那个螺蛳粉 自己各网买的东西 然后找个视频自己做 这味儿啊 也可以忍了 更过分的是 第二个礼拜 自己各网上 买的那瑞士那匪鱼罐头 那匪鱼罐头什么味儿 你不知道吗 那就是厕所的味儿啊 然后自己 自己还尝试吃呢 网上视频没看吗 狗都不吃 他自己舔了一口 难受两天没吃饭 自己恶心的两天没吃饭 那你没有好奇心吗 其实我不是就为了拍视频 我也是自己特别好奇 我就想知道 它到底有多臭啊 然后我那天 我也没吃啊 我就舔了一口给扔了呀 狗都不吃你舔 然后自己拍了这个视频呢 然后又开始给我虾吃 我以前不知道那个香蕉 配冬枣有什么味儿 他那天我叫一声回来 他给我买的香蕉 我刚吃一口香蕉 他说你尝尝冬枣好不好吃 甜不甜 我吃了一口 这一口吃下去 就像咬了一口狐狸毛似的 其实我真的就是好奇 而且我也做功课了呀 我在网上查了 那吃没有事儿 就是口感不好 平时看他考试都没这么积极 然后整我还开始做功课 那我不得提前了解一下吗 你说又万一给你吃进医院了 不还得赖我呀 反正我对他真的就是挺无语的 有一天我朋友说来大连找我玩 都是以前打球的队友 来叙叙旧吃个饭什么的 他这倒好 菜刚上来挤到 我和我朋友就手都伸出来 筷子都举起来了 他说别动别动 我拍两张照片 拍两张照片 那其实这个话应该你说 那我跟你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不总拍照吗 你一点都不跟你朋友解释 我低头批照片了 我一抬头 那快都举起来了 我都招不了了呀 那我肯定得喊停啊 你跟我扎一块行 毕竟我朋友来 你怎么还给我点面子啊 我不总直播吗 你应该跟大家讲呀 说我女朋友总直播 你们别介意什么 你什么也不说 人家肯定觉得 我这人怎么有问题呀 你手机就放在杯子上面 就开始跟他杵着直播 全场就跟他自言自语这样说话 你搭理过我们吗 那后来不也给你们拍照片 你不挺开心还毕业呢 那他们还能哭着着啊 那后来走的时候 我还说下次来玩吗 来哪去了 一年了他们还来吗 不是就因为你不来了吗 对他真是够了就 我就希望他就是能改到这些毛病 别就是这么玩手机 什么毛病 每天捧着手机玩 我感觉他为了关注度啊 还有为了点赞 真的比我重要 每天出来约会的时候 我感觉我就是他 直接拍视频啊 拍照片直播的这一个工具而已 明白了 我没觉得他们比你重要 行 你还玩不玩吧 我得玩啊 你是要他还是要那个一些 但是他也要 但我也 不是 人家现在就是说 你要要那个就别要我 要一个吧 那肯定是要你 但是你不能阻止我玩 真的是吧 他玩也可以 你少玩一些不行吗 没有 就是一出来就是 好吧 你告诉我你喜欢他什么 你为什么坚持要跟他在一起 他做了这么多 让你不能忍受 忍受的事 我记得有一次 我特别喜欢那个 椰子的那鞋嘛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那他大连有那个发烧的权限 他特意排队给我抢的那鞋 第二呢 我们两个小区离得特别远 有一次我健身冻着了 然后发烧 特别难受 他就有打车给我买的推烧铁 给我买的推烧药 生活中我感觉他对我 除了那些也算挺照顾的 是爱这个男生 但是那些东西也很喜欢是吧 你是觉得那个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的想法 能够传递出去 还挺有吸引力的 对吧 当我的女朋友在爱好 放得比我还大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 来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先想问姑娘一个问题 这个拍照片 拍视频 发到这个社交网络上去 这是你的爱好 还是说你也希望等毕业以后 同事这方面的职业 其实我是爱好 因为我喜欢跟大家分享 我喜欢的东西 好 那我明白了 其实如果不是一份职业的话 你如此痴迷啊 我想跟小伙子说 他有他心理层面的需求 他特别渴望被人关注 而为什么一个有男朋友的孩子 是如此地求别人的关注呢 我倒是真的觉得 你没有那么喜欢他 只是说这样一个男孩的出现 填补了你生活的空白 而他又给你一份安全踏实的感觉 他再去续导说 他不喜欢你去发照片 去直播 但他一直默默地陪着你 他边抱怨边做 他为你拍上千张照片 他不辞辛苦跟你去上海 连过山车都玩不了 他还是在为你做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 你再欺负他 你利用他来填补你的孤单 但是你又去网络上去寻找那份 似乎能够填满你孤独的东西 但我想跟你说的是 我们其实想要去解决孤单寂寞的问题 一定不是对外的 而是对内的 这个孤独不是他造成的 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地去学会爱一个人 去学会倾听身边那个人 他向你表达爱的时候 你敞开心分和他共享的那种快乐 而男孩我觉得 其实你不觉得眼下的情况 是你自己造成的吗 你不停地抱怨又不停地做 应该说 对不起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方式 一千张照片我不拍 你喜欢我帮你拍两张 对不起第三张我不拍了 我走了 我去干我的事情 你既做不到这样有主张 你又做不到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让他喜欢 这个怎么解决 如果你够爱他 你去修炼自我 如果真觉得做不到 也不适合 我建议你去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 能共同成长 共同分享生活乐趣的女朋友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袁老师 现在的确很多人拿着手机 包括我们 谢谢袁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孤独 寂寞和无聊是不一样的 寂寞是没有人陪伴 孤独是有人陪伴 却依然寂寞 你是无聊 无聊就是内心空虚 所以对于生活没有真正的向往 有恋人在身边要忙着去拍照 有美食当前不享受也要去拍照 只为了引人注目 有人在电影院里等着你看电影 你要在那跟几个粉丝聊得火热 你无聊而已 那样的生活除了热闹之后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你就觉得很可惜呀 一个男生长得高大帅气 一个女生也算长得漂亮 成天干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而生活当中的本来没有一点点去珍惜 所以你们不过是在凑热闹罢 行了 热闹完了该散场了就这样 为什么图老师会对你那么气愤呢 是因为你这个事情做的世界了 现在最应该干嘛呀 学习 大学真是就应该学习 毕业之后你们会后悔的 现在说都 当时老师跟我们说的时候 我们也不懂 说你们在抱儿学习 大学毕业以后一定后悔 不明白啊 十年之后有一天夜里 突然之间想到一个什么事 把十年之前的教材拿开一翻以后 说这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十年前我就学过 可后悔了 每个人都别忘了 为什么去大学里读书 到底为什么谈恋爱 如果爱这个男生 时间要给他 如果这真是你爱的女人 你要帮助他 一起前进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两 其实我觉得遇到一个能让你心动的人是不容易的 咱们俩在一起 我觉得你做的事情有的我都挺感动的 你不是不喜欢我玩手机吗 或者是直播什么的 这些其实都无所谓 也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跟一个人一直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要能稍稍改变一些 我们俩还可以再想一想 但是你现在做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可以为你改 改一点 可以变得不再那么爱直播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会做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蛙童有请 来 见证属于这对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哎呀 加油吧 谢谢啊 好了 祝他们能够开心地完成他们的学业 快快乐乐乐地成长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我老公从认识到结婚十几年了 之前他对我和孩子都挺好的 就今年我给他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从那以后对家庭对孩子对我都不上心了 我一个人又上班又带俩孩子 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一句辛苦了 他觉得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我真的很寒心 我该怎么继续生活 这就是女人大包大懒的结果 所以女人要学会示弱 学会示弱 学会心疼自己 别人才会心疼你 她会心疼他 我一直以为她的 我一定会把她做到 我emente以为她不错 你都不错 我一直以为她的